孩子嘴角裂口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万禄西安市中医医院 儿科副主任医师 孩子嘴角经常的干裂 有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就是缺乏某种维生素 孩子嘴角干裂 可能就是因为平时摄入的维生素不足 可能由于平时饮食过于单一 维生素不够 所以造成的嘴角的干裂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缺乏心元素 和维生素B组元素的孩子 它就会造成一个皮肤屏障的一个障碍 时间长了就会造成一个口角的干裂 还有一部分孩子呢 是因为一些坏的习惯 就喜欢舔嘴舔嘴角 然后如果再一受风险 就容易造成一个口角的干裂 再一部分孩子就是 平常饮食不注意 喜欢吃一些油炸的食品 这些太干燥的食品容易生内火 如果孩子胃祸比较旺的时候 也容易口角干裂 都可能会发生一多个小孩 还有关键的食品 是一个问题的